一下薰的打野位的英勇充斥 哦 最后IG还是选择把鳄鱼拌掉 鳄鱼拌了 那青鸽尹是在外面 其实有没有可能自己也可能考虑去拿呢 但其实以上次IG选择来讲 感觉他们队伍对青鸽尹这个英雄 就并没有那么热衷 嗯 第一手攀森 来了 练好了一几 是的 那卡米尔直接拿走也没问题 看一下要不要加里奥也带走 嗯 哦 可以 而且加里奥其实在这个版本 是有一定的摇摆属性 不过目前小C好像是没有用过的 而且IG这边如果主动扮了锤匙的话 厄威流斯这个英雄也不在选项内了 对 那左边其实这边是可以出下路组合的 以目前来说的话 为了我觉得阻止对方拿一些进场组合吧 其实自己可以拿一些下路强打线的英雄 哦 上路那果然是先出了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一样 这个英雄可能不是很怕被counter 但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先刷卡牌 其实这也可能是一场代班的一个思路 而且自己其实也组成了一个全球 主要是卡牌打加里奥确实好打 是 变相的逼你加里奥去辅助 对的 而且卡牌其实加潘森的一个 两个人的支援体系是非常强力的 就这样的话会给边线 包括说打到中后区进行代线的时候 会有非常多的压力 IG这前三手突出一个好起来了 而且我只能说这三手拿得很稳 或者说突出一个字 两个字想赢 IG这BP做的扎实了许多 是 依旧该出打野了 如果这手再不出的话可能后续就没有太好的英雄可以选了 以目前我觉得嗨扫的使用情况来讲的话 像男枪在外面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的 因为确实加聊加卡密尔都拿出来了 补一手这个能补输出的打野里面 现在野河中剩下的比较强势的 男枪算是比较好的选择 是 锁了 那第二手的一个扮人 现在左边其实IG是完全 要针对AD了 但是现在确实Wink的英雄池有点深 对 而且他还手卢西安在外面 而且现在大部分AD选手都在开始加紧练起了小炮这个英雄 所以说Wink最近也是有在练小炮这个英雄的情况 狭小炮进都在外面 卢西安也在 先手是把这些 他可能就想把一些版本表现比较好的ADC先办掉 可能让你去拿一些次选 不过现在其实针对ADC来讲 因为其实E-Star是可以自己先手去拿的 对吧 他可以把其他英雄封锁掉之后 自己拿一个最好的IG的话 那IG这个阵容可以出萨米拉其实 这个阵容是支持萨米拉前期起节奏的一个阵容 再加上E-Star前三手能限制到萨米拉大招的英雄 不懂 对 哦 日女夜半 那这样的话其实感觉加里奥走中的味道有点浓了 对 但是萨米拉在目前为止 其实真的拿他赢下来的英雄不多 队伍不多 IG最后一手感觉 发条是可以的 但是加里奥还是有可能走中了 对 但是因为发条加青刚引 其实上一次在面对IG的时候是给他们一些压力的 哦 还是办一个色提啊 再次阻止对方一些进场英雄的一个选择吧 E-Star这手只要拿牛头吗 那等于是把自己的ADC放在最后一手再去挑了 因为其实现在放在外面好的ADC很多 包括之前Wink无论是女枪啊 卢西安啊 这些英雄他都是有用过的 嗯 Rite现在还不出AD 不会是在考虑VN了吧 咦 我说Rite这名选手第四选还不出AD 不会是在思考VN有没有角度出吧 呃 这把出VN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看对面拿吧 其实我觉得右边他这手都可以出小炮了 嗯 他可以拿一个手长好打线的打团的英雄 MF 嗯 女枪 也是搭上一个阵容的体系啊 后续的话辅助再来一手太坦补一下前排跟先手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起来的话 我感觉IG这边点控还蛮多的 嗯 哦 其实萨米拉挺好的 一是她是能进场 第二是她那个风险很克制女强 不太好的原因是因为打断她大招的英雄太多了 嗯 左边那些小控太多了 拿霞吗 霞的话就是有个大招的一个自保 也是最近的赛场上面逐渐流行起来的一个选择 两边阵容锁定啊 IG这个BP突出就是今天好起来了反正 嗯 或者我觉得就是用之前很多人在看到这样的阵容会说一句话 这个阵容好扎实 嗯 但其实E-Star这个阵容拿出来也是有理有据的 很有体系 而且青刚影家家里奥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冲阵能力 应该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他牵你后排的能力很强 而且你是很难以去规避这样的 主要IG这个阵容拿出来以后 他中上拳是在推线有线权 所以说勋这一块在打野方面的对位来说的话 他确实可以给男枪前期制造一些码头 连动不坚的 嗯 而且其实卡米尔打纳尔的话也是非常 我觉得也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选择吧 因为可能纳尔仗的手长是能有一些 在前期对线上是有一些小便宜 但其实卡米尔配合打野抓纳尔的能力也很强 嗯 对吧 如果你敢压线的话 我直接到了六阶上来踩你一套 也是很容易抓的 而对于双方的下路组合的话 或者我觉得对E-Star的组合而言 其实他们的下路组合还是要让霞稳定的去发育 就稳稳对线就好了 这也是这个赛期Rookie第一次打出卡 好了非常感谢粉丝们的一个加油助威啊 双方的话已经是进入双腕之峡谷 哎这个前期其实感觉是有想法的 是怕 估计是怕爱奇这边有一个上腕局 我觉得这有点像想抓德赛来这儿蹲人回线的那个位置 然后但是也很稳没有出现 或者说爱奇其实前期想的也蛮简单 就在河道补了一个防守视野就 对吧 大家就一字排开 保护一下也就不要被进攻就好了 加了以后这边是带了个余阵的 伊萨这个阵容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中期接团的时候有点伤害不够 他这个双手手在前中期接团的时候伤害会匮乏很多 你不是双射手吗 其实包括卡密尔也是的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伊萨确实在前中期的接团能力不强 可能早期感觉还是要规避一下发育吧 其实伊萨这个整体的感觉发育周期是蛮长的 因为霞跟南枪在这个版本 上了打很凶 两边对换了位置 一进到再踩过来一下 换血并不是很赚 主要是扛了兵线 是 但这个技能学的很精髓啊 直接跳过来 让自己的位置能够做一下调整 下路往前压了 仗着自己的一个对象能力比较强 想把E-style赶出一个经验区吗 双方打野的一个开野路向 可以看到 Hiker这边选择是上半区该往下刷的 这确实可以帮助下缓解一些压力 但潘森的话是 先看一下下路的这波对碰 双方都打出一个余阵 也是点到极止 主要还是欺负侠一级 没有什么作战能力 看的F6没有了 那大概是能够判断出南枪的一个开野路向 这么早刷掉F6的话 只有可能是从上半区开的 那其实 I-style下路主要可以把兵线推一波之后 再把线放回来 而且视野已经做好 主要我还是觉得南枪往下刷 更多的是保自己的第一条核道线 确实 因为上半区打起来的话 从前面来看 I-style因为中上是有配线权的 所以他可能不好去野区跟薰做一个对抗 薰这边刷野的一个路线就是比较贪的了 我先把野怪都刷完 刷完等级提起来之后 再去看现场有没有什么机会 外线Q还是 外线的W还是挂到 但现在很被动 张帅这边只能坐等对方 把兵线给推过来 而且确实看到加利奥再出卡牌 是一个很古老的counter的情况 有效这玩意 主要是说 很多英雄可能在打加利奥的时候 都能拿到一定的限权 比如说辛德拉 但他可能对比起来 就是在于加利奥一旦跑起来的话 他没办法去限制和跟上 但卡牌就不一样了 我一是有限权 二是你有6的时候 我也能给队友提供一些资源和帮助 海克尔想来看一眼 没找到呀 前期打野的话 从南枪的刷野路线上来讲 是要窥一股石头人的 想动中路 但是卡牌已经是靠着上路站得非常死了 而且手里有技能的 这波想来硬动 还在越过 已经能嘲讽住 薰这个位置感觉来得有点慢 闪现交叉 双闪跟上 这一波先看一下 追着还要继续打 薰这边有意 倒还好 有个Q已经没有扎住 这波感觉Rookie有一些拖大 感觉会迈得太深了 刀钩是挂住了 哎呀 下路也不敢打起来 就Rookie这边我觉得 是仗着自己打野在背后 所以他可能 就比较小 就比较大 嗯 其实这个中野2v2一赛也不虚的 所以说导致 Rookie如果吃了家僚一整套 还被控住的情况 在交闪 他自己手里没进化 确实有点拖大 而且他这一轮有点 有点没 他第一张起手的就是黄牌 所以导致他这黄牌的速度会比较慢 想在下路看一眼 哎 这边道沟拉到了 薰的话也是打断自己回程 这波有机会上吗 宝兰已经往前走了 感觉这波要打技能 闪现要拍的是一个霞 盘神交闪 跟一个W技能 反身道沟拉的还不错 伤害打满了 所以有机会换人吗 但自己队友没有来啊 最后Rookie可能也是要交代在这里 也赶了过来 小C是交出了自己的闪现 泰坦这波闪现躲牛头的二连 直接是把自己的AD卖到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嗯 就我本来觉得可能打一波技能 或者打一个牛头就差不多了 但没想到这边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一个侠 嗯 而且薰也很果断的是交闪跟W 跟一段控制一张来 哇直接踢闪现了 主要是中路加里奥在地图上消失很久了 所以下一个不知道对方后面有没有人 主要刚才卡米尔没六 好像踢到了也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感觉 也不会死 哎呦 因为这个闪现交的好像有点太过于谨慎了吧 嗯 因为卡米尔没六 哪怕加里奥下 你看到加里奥大招 你再交闪 何况刚才加里奥也没六 没六对 但他可能地图信心上 没有我们上级下来了这么全面吗 而且他这个视野放的也挺好的 卡米尔没六的情况 这个闪现交的稍微有一些 太谨慎了 看一下这边直接攻 牛头已经绕过来了 宝兰这边第一时间被控住以后 治疗叫上还是没保得下来 奈尔来了以后 下地的世界变成了小奈尔 但是Q技能减速到后 一根平A两边的辅助兑换 而且奈尔这波来了后 要不要顺势动一波小龙呢 不动吗 这边觉得浪费自己的时间可能会 直接选择往上去赶线了 先逼一波再说吧 青刚引上路冰线是往回控的 我刚刚我看到大奈尔踢下来 感觉这一波声音很大 但下来之后虽然怒气已经消失了 但好在是一个四级的牛头 加利奥有大 看一下这波想动手 直接一技能踹住 加利奥朝风 看一下第一时间过来后 开启自己的一技能 稍微规避一下伤害 但感觉有点走不掉了 手里没有闪现 爆炸果实直接拉开 但是张帅这边下一个一技能马上好 闪现W挂住以后再来一角 而且帅哥这边出门 就看到了张帅 再被凶一套 打出三环 一技能拉开 是 而且上路的这个兵线啊 在一斯大尔的中野 还握有大招的情况下 其实帅哥这边还是得小心一点 刚刚兵线空的比较久了 这个位置可能得叫南枪 来帮忙推一下嘛 推一下可以回家 不装备了 比方是卡帅现在手里有大 现在怒气还不错的 来炮车咯 哇这波兵线量有点多了 哇那青鸽引亏了好多线啊 主要是支援的时候是一步前推线 确实感觉 薰这名选手在使用这种节奏型打野的时候 不如他玩野盒玩的那么顺畅 而且这个潘森确实在前期做的事情 比南枪少有点不大合力 因为上中是有限权 我觉得和一开始的开野有关系 先看一下这波直接要来越 但加量也给他 正面的话伤害是打得比较多 但宝兰扛他已经扛死了呀 所以有一个薰 薰这个位置能走吗 手里是有一个五星红翼的 并没有选择定限出 这波在下半区是辅助于A的兑换 但是看一下小C这个位置 还跟着闪现想下来再打 但潘森手里有红路啊 上来以后已经能再开 这波小C想靠着点燃把潘森换掉 但是下面Wink已经是在等着了 是 只能说想的有点不够多吧 因为我记得刚刚越塔的时候 潘森是没有用意的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要来打 而且只有自己一个辅助位在的话 其实真的很难 但下路因为对方已经动了一波手 知道对方的位置的情况下 海克尔是直接把下部旋风给空下来了 而且现在打野上来说的话 已经开始慢慢出现等级差了 如果潘森现在就是要陷入到 赶紧补一下发育的这种时间点 但潘森一旦陷入到这种时间点 主动性就少了很多了 这边轻弹你的大招换好了吗 海克尔这个位置已经追上来了 赛哥感觉稍微有一点走不掉 咱们就再挂上去 大招挂下来牛头二连 这波赛哥是不是有点过于拖大 这不是小谷先锋刚眉吗 嗯刚眉 但他刚刚的那个角度 其实是海克尔已经在后面等了半天了 他在等青钢引的大招好 但是赛哥的想法就是说 赛哥的想法就是说 他只想把那波兵线快推了 就刚好A完最后一个兵线的时候 青钢引这时候选择出来 主要是没办法 很多打线的单线英雄都是这样的 就如果你不想把这个兵线控住的话 你后续会很难受 军也是帮助可以再拿下蓝Buff 现在这个节奏其实对East而言是向好的 南枪这边的发育是挺舒服的 而且嘉疗在拿到两个人头之后 他的中路推线权 包括说在中期的一个打架能力吧 这边会比卡牌来的更稳定一些 第一条小龙双方都还没有动 小龙处的话 我觉得IG是有一定换予权的原因 是因为MF现在发育的很好 所以看到两边AD的差距差的 现在有一点点多 有点多了 因为MF已经有狂风在手了 其实对East而言如果想 在我看来 如果想 先来看一下中路这波幻选 直接上来再给一个刚风 就我觉得对East而言 如果想接小龙团的话 其实最好在青刚营有T 有大的情况下来打 因为他们这样能够限制这个MF 如果没有这些技能的话 其实前期的小龙可能得放 但是真打5打5的团 这段时间IG还是要更强力一点的原因 还是在于East这个阵容 这段时间的伤害不是很够 对 再加上霞的发育补气 导致这段时间如果真打团 East的团战能力偏弱 是 我觉得能拿下5千封 换到一条小龙 对East来的时候 前期已经是比较好的消息了 对 而且其实下路这个 就下路对线有劣势的情况下 我只能说IG的第一条龙 其实控的没那么快 所以East这边还是有机会 可以往后拖的 我还觉得 带有来的那波 其实可以考虑直接把龙打 对 但他们直接选择去补线了 贪身那个位置 也没有第一线往下靠的 就如果在更早的时间节点来拿的话 可以在自己更强势的时候 或者说在对方没发育好之前 再打一套 没踢到了 没大的 但是三环是砸到了 护盾上 所以说张帅这波换血还是小转 而且南枪现在这个狭狗先锋 看起来是很想给上路 加里奥销是在线上了 再往上靠 这波青钢银只要踩住 The Shot这个位置是很难逃跑的 因为对方这些限制技能 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抵抗 谁也插上去看了一个小C 一键能打断一下 IG现在逐渐把自己的战术中心 在这一局已经放到了下路 想让这个Wink去扛起节奏的大气 确实因为上半区打3v3 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但在下半区打起来的话 MF是一定有优势的 所以说围绕下半区打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 但下半区如果没有地图资源的话 可能E-Star就会尽可能做一个B站 而且对于他们而言 在双射手没有发育起来之前 其实前期下路的一些小龙 可能会放一放 所以这边得 控一下上路这个地图资源 下个这边 做了一个比较靠前的防守视野 能够看到南昌来上的一些动向 但问题就是 有时候看到的话 如果青钢引位置好 很难以跑 就是青钢引这个英雄 配合自己打野 抓上单的一个能力 牛头再往上靠了 这一波可能对于 这下而言不是个太好的消息 这波兵线得快速往前推的 下部先锋的时间快到了 已经开始报警了 这波应该是硬来了 这波已经能再踹上来 想做大 但是卡米尔这个状态 已经不是很好了 而且纳尔马上要变大 这波应该是阳谋 但是对于IG来说 反应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宝兰已经跟上来了 而且卡牌手里是有大的 这波下午先锋 可能撞一头就完事了 甚至可能要在上面去打起来 牛头在野区 已经是撞到了对方的人员 撞一头 算了 这边就稳住撞一头 把这个 不曾的钱给拿了就行 这波甚至IG要更撞一些 MF在下路已经开始狂吃塔皮了 这单点的发育 如果等我打起团战来 Estar没办法解决这个点的话 感觉是很难抵挡 MF的一个大招 倾切伤害的 而且 Estar这个阵容想杀MF的话 要把MF闪现先打出来 否则的话很难动MF 或者说我觉得看轻刚眼的一个位置 而且我觉得这场 甚至Wink只要把自己的一波输出 打满以后死了都可以的原因 是因为Estar这个阵容 真的是冲进来打一波就结束的阵容 所以说对于IG来说 保住Wink 让Wink在团战里打出一波好的大招就行 对于Estar来说 我觉得稍微要想想 因为这个阵容往后起打也不弱 所以说 汽车人 他主动不要车了 好痛好痛好痛 是 现在上连组再打一套 而且主要是 双方都有铁板鞋的情况下 其实青刚影上去跟 纳尔换血很亏 其实Estar这场 如果能继续针对到德赛的话 是好消息 但是你可以看到德赛这边 黄杠克的意识很好 导致其实这场 他们在德赛身上 没有找到太多突破口 所以现在IG 节奏其实蛮舒服的 是 而且你可以看 对位的一些补刀发育 上中下三条线 其实等于是 对线全部对线压线的 而且现在14分钟 在人头落后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IG是有不错的 一个经济领先的 1分15秒后的小龙团 感觉 Estar还是接不了 没什么伤害 感觉 如果他们第一时间 能靠自己的大招 灌死MF的话 还有得打 但是MF只要没到的话 其实对Estar来说 就是接受不了的团战 对 所以对Estar 挺吃大招的 刚刚也提了嘛 就一定要青钢印有大 在正面的时候 他们才有机会去打 MF已经先一步来上路 控队下路先锋了 我现在就把对线打得好呀 其实是把这个 张帅可以打退了 而且上路也是 无人防守的一个兵线 防守塔 雪然可以再消耗一下 南强还可来下路 掩护一下自己的队友 加亮这边也在往下靠了 可以把下路兵线 防守塔推掉之后的话 其实是有利于他们 来进行一个小龙 这个视野争夺的 但是伊学塔应该是 应该是红色防线的 潘森有峡谷了 这波第二条小龙 对IG来说 其实风龙是最不好 放给Estar的原因 是因为Estar很吃大招 大招嘛 别说左边在正中 拿到一个大招减CT 也挺舒服的 什么潘森啊 卡牌啊 以及一个MF 但这个龙的一个位置 感觉 IG好像是要放掉了吗 这伊斯大已经着重去推中路兵线 而且下路兵线都是处理好了的 先手要落位 Rashai这边的怒气是很差的 因为是个大纳尔回啊 来的话 其实怒气很难控的 放了 放了 这波 那这把要进入到最近 比较主流的中期发育了 就有地图资源就打 没地图资源大家就放 放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感觉可能考虑到 一是拿到了瑕果 二就是自己中野 是两个全球流大招 如果硬打5为5的话 好像也不是很赚 而且位置被占掉了 我觉得还是选择吧 因为Estar其实 叫打野跟中路往下靠的原因 就是想把防御塔拔掉之后 去占小龙的视野 然后那个时候 ID的人员是落后的 再加上薰是 去上控小五先锋了 所以导致他这波来的时间 我觉得是有点晚的 而且纳尔那个节点的 自己的怒气 确实也不够好 这样如果进入到 一个发育阶段的话 其实对Estar而言 是完全完全可以接受的 主要Estar双射手 到后期确实抢 而且青刚影这个点 其实他现在 只有一个铁板鞋 包括说他的三项的时候 他打断的容错很差 他如果在有血手之后 再来打团的话 会有更好的一个容错 以及承上能力 本场比赛OP选手的话 是先给了Wink 确实对线期的一个表现 包括给他团队一些支持 都非常的不错 这边收集者已经有了 然后女枪离自己的下一剑 大剑还差了一点时间 这波也是刚回家补给的 可以看到双方EDC的精力差距 真的是蛮大的 小一剑的差距 而且MF在下路 基本上吃了四个肚层 两边继续开始做河道的布置 现在IG这场 其实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 这个节奏 或者说前期一些节奏压力 我觉得给的还不够大吧 等会儿 不过他们这个制容 倒是有一点好 因为青钢影其实更多的 他会去单队点上发育 但有卡白的一个情况下 包括说有潘森的情况下 他们其实可以快速支援 看能不能抓下这个青钢影 不过在做支援的情况下 得盯一下对方加里奥的位置 是 Wink这场只要不打出闪现 对于E-Star来说 接团的压力都很大 Wink发育太好了 所以导致E-Star这个阵容 第一时间如果进场秒不掉赏金的话 确实后续面临到的问题 就是这个赏金狂轰暴雨般的输出 对 而且因为右边 看一下这下路的人好多 青钢影这边吓一大跳 怎么所有人都来了 这个TP是不是回不来了呀 这个量TP应该有机会落 但能打吗 中多的防御塔 最终下路的二塔还是掉了 是 这波在平静的画面当中 突然让IG找到了一波机会 主要就是知道 把中下的冰线清理完之后 直接往下转 也是打了E-Star一个猝不及防 主要还是我觉得 源自于现在对线上几条边线的优势 打着打着你每条线都推不过去 但这个时候好像IG中路没有破口 因为有女枪在 哪怕你人逼过来 我有一个大招也是可以劝队的 女枪 其实现在女枪一次不死的话 其实都是E-Star的一个心头刺 他们最好是能够杀害一波 主要他现在一次闪现没有逼出来 如果Wink闪现一掉的话 E-Star会全力瞄准他来冲 狂开 对 但是现在Wink就是从头到尾 这个闪现就没交过 所以导致E-Star面对Wink的时候 没办法 他这波出来小兵提供视野之后 再看到这个秒表 就这个秒表补的就突出一个 你别想切死我 现在Wink很明白 只要自己不死的话 IG的阵容是绝对优势的 对的 而且他们这个 在小龙的地形打团的话 他的大招是很容易覆盖整个战场的 嗯 又来了 又利用自己有先手处理兵线的一个权力 让把自己的野虎都在往上叫 加利奥这边也没有给机会 直接选择往后挂 往这里一看 哦呦 看到一个潘森 潘森刚把自己的W用 再上去要打吗 开启一个W留下来了 自己一个小D 或许竞争真的够吗 而且潘森手里有E的 不选择追了 在屁小龙的一个信号 这帮打完的话 贼往下靠了还够 对于Star来说 最好的消息是 Hiker的等级是有优势的 所以在之后一定会面临 一大要平成的画面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Hiker的等级是有一定保障的 对 但这样打起来 我感觉潘森的英雄选出来 或者我觉得从 这把的节奏来看的话 我觉得 薰德和潘森的作用没有打出来啊 嗯 而且他现在等级落后的话 其实越打这个潘森的 一个作战属性就会越下降 Hiker这波也没有时间回去 摸银血剑了 直接选择过来打架 就有一个不想 哦呦 王牌给上 毕竹小C的一个大招 这波很很不错 毕竹的一个大招来的话 这波接他可能不好接了 应该要放掉了 直接就放了 嗯 给卡米尔继续一个单带空间 让南枪和卡米尔再发育 知道 但中路一波压尽 南枪现在还在上半区 这中路怎么办 好像又要白白被耗掉 已经血量了 主要是加利奥这个时间Q一交 就没有倾限能力了 已经硬冲上来逼走一方对面 但是血量还是被耗掉了不少 嗯 卡米尔在上路单单 准备放小龙去养卡米尔 主要是也是前面提到的嘛 IG第一条龙控的不算很快 而且第二条龙放了之后 其实依斯塔现在面临的小龙数量 那个压力并不算太大 保证自己的队友在正面拿下小龙 你会直接转上了 水龙魂对两边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两边的阵容都是一个线性输出 包括双射手的依斯塔也好 还是IG这侧也好 还要抓吗 抓不到了一只 这不踢下来是想抓的 但在下的位置有点太好了 而且Ruki也跟着交踢了 这几波大家的一个TP用的 我觉得都蛮 比较随意 比较随意 挺抽象的 但确实 水龙魂的出现 会让两边更警觉于中期的处理吧 因为确实阵容打到后期 两边阵容都拿水龙魂 没有太多办法 谁拿到了谁的胜率会直线上升 对 而且双方其实打AOE的能力 我觉得 就几个别英雄有吧 所以他们其实如果出重伤装备的话 其实收益也不高 对 卡白这边 已经是有两件套在手了 这个有一个进场开团的一个能力了 已经 可以稳了 IG这两天打比赛 发现节奏不是很对 所以今天就稳着来打 就不血腥了 今天是 确实还是 我觉得从这样的一个打法来讲 还是比较想稳稳的拿下来吧 诶 看一下这波 做事 还好是卡着边儿进去的 没有给小水这边先手的一个角度 嗯 勾强拉开 中路两边已经开始抢事业了 上来后直接点一枪 Rate这个血量非常不好 直接是闪现过来 开MIC的这个位置 要吃一个大招 但是苗表交出来后非常稳定 而且潘森直接落到后面 秒掉Rate 手握大招直接被秒掉 潘森顶进去后非常能力 闪现再多一个冲拳 而在侧面的话牛头也被得晒打到 这一波突然在22分钟的时候 爆发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双AD开款 是的 而且打完之后的话 因为是击杀E4的下落双人组 感觉IG是有机会逼龙的 但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是潘森的等级是落后于南枪的 如果要拼逞的话 应该没有拼逞的机会了感觉 是 但南枪再往这边走啊 宝兰跟Rookie选择做一个盯防 不想让这个南枪过来 直到南枪可能会给自己的打龙 带来一定的麻烦 那这个角度没有视野的支撑下 我感觉还有可能得放 不敢往前走 然后Rate感觉迷路了一波 就被Wink找到了机会 好果断这一波 是 而且Wink应该是 交狂风之力上去更输出的 就好像就是点了一枪 狂风之力再点一枪 然后Rate就没血了 是 然后潘森的一个大方性语 又落在了他的后翼 那这波掉了大龙的话 其实对E4而言很伤啊 因为IG这个阵容 其实单弹能力也是极强的 再加上现在女强装备 有大幅度优势的情况下 其实E4到正面也是很难去防守 嗯 这是最头痛的 他们可能可以靠着说 小龙那个数量来托吧 但这波大龙一掉就 有点没机会了 哦 卡密尔再上 但是Wink就是这个问题 Wink手里有表有闪现 E4根本就限制不了这个MF的输出 但一旦限制不了MF输出 打了一波Wink的闪现跟金身之后 他这波回来直接补我讲 嗯 一勾勾到了 这边直接开又是够大了 看一下黄牌也金身分 所以的话有个Wink在 这波E4要打吗 苗表交出了MF在卡的这个矮口 下大招直接一波洗满 卡牌落地的瞬间被控住 但手里有金身的金身再交出来后 漫天飞于卡在这里 道工虽然挂中了Rookie 但是正面 尔马被留了下来 再A一下交出自己的金身 但是德赛 下一个QQ应该马上好了 冠星长枪 受到了这个人头 是的 那打成这个角度的话 感觉到这一把 已经无力再接战了呀 下一边大周上去 还要给海克一个压力 实际上下走的 QQ都是打断 下退了RAT的一个回程 那这波中路卡高地 可能也要放掉了 温水煮情况 波兰不惊的一区 就是利用下路ADC的一个优势 嗯 慢慢滚出来的学生 对稳稳的打 而且下一条龙的话 也快要刷新了 现在局面对E42也很差 整体的情况 甚至女神已经倾向UI机了 一波吧 两波团战 直接把经济拉开到了5000 而且E4这个阵容 还没赢来自己的强势器 就折截了 是 还有两个人当中 还把AD勾了回来 霞这把确实 嗯 是技能有点吃得多了 或者说这大招捏得有点死 嗯 你看这波黄牌也吃 其实它可以交一个 漫天跟雨起来之后 保一下自己的血量 然后去 其实 潘森这个英雄 这个版本就是比较 比较厉害 简单粗暴 关键是E技能 嗯 他虽然已经没办法越塔了 但他真的在正面战斗的情况下 他能够吸收太多的一个伤害 嗯 再加上像他现在这个W这样的稳定控制 这真的是很少的一个技能 是 第三条的小龙再控下来 埃及在26分钟完成了对水龙的听牌 嗯 但对E star而言的话 好消息是埃及的大龙时间不多了 坏消息是MF闪现又要好 是 关键他现在还身体复活甲 还有身体复活甲 就现在这个 他们其实得铺垫两波能杀这个女枪 就第一 第一波他是要把他的一个闪现吧 我觉得最起码闪现可以打出来 嗯 然后下一波你再考虑说能不能 做一次击伤 或者把他的一个 混合夹给打开 但很难 因为现在E star的双射手 包括说青鸽影的一个装备 都不足以支撑他们进去秒这个人 嗯 而且加里奥这英雄的话 说实吧 他是一个 比较少见的战士类的法师吧 他进场的一个致命伤害 我觉得给不了 女强太大的一个压力 而且泰坦这一把 有鸟盾啊 这鸟盾都还能给自己的队伍一些 更多的陈上能力 侠这边怕了 对面的稳定控制太多了 哥先掏一个水晶事态好吧 兄弟们不要开我了 但确实 E star这套阵容拿出来 前中期想要的结果没有追求出来 面临的是下路的崩线 所以只能说这把帅哥扛压做的挺好的 嗯 而且我觉得 没有给太多机会 而且青钢影这边第二剑因为为了补发欲嘛 也是为了自己单在一个能力 出了一个贪欲 这样他其实能打架的时间又往后拖了 真的还是要选手的 哎呦 上路打着一套好疼啊 上来黄牌再发 卡着防一塔的一个输出半径 疯狂的输出这个加量 那前面手短呀 E star这种手短呀 上去很难以防守 但考兰机构好 就被小兵给打下来了 嗯 现在已经如此头疼了 等会儿Rookie 如果第四天再掏一个火炮的话 我感觉右边 这阵容就会越发的难打 真的 持续给野区的压力导致 现在E star 视野也做不出去 而且面临到塔下的一个清兵能力来说 E star也不够看 嗯 不好这阵容 就这阵容的清兵能力不好 手太短了 没什么清兵能 是 你只有靠加量的Q技能删一下 嗯 和霞的一个QE 上路防御塔也是慢慢的放掉了 那现在其实经济已经逐渐拉开了呀 就前面刚刚说的一句话了吧 温水煮青蛙 这把E star真的已经 如果再不找一些破局的方法的话 其实 藤火会因为过大的装备 烈士 而很难以降 他该煮熟了已经 是 但其实你纵观E star本赛季的所有比赛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当上野出不了声音的时候 他们队伍就会慢慢的被滚死 所以说 我觉得确实这场啊 在上野的对抗来说的话 他爱奇果断选择让赛哥主动扛压的这个选择做得很好 而且Wink确实在下楼打的对线够好 是 或者我觉得扛压也 也还好吧 因为这个吧 他无论是补刀啊对吧 还是面临对方的一些干涉 对就是扛压不代表他一定会被压着打 OK 看一下这波先说一个牛 牛手里有大招的 女将直接倒大了 反正要顶进去 自己手里有闪现的 再次一个控制 那这波牛可能走不掉了呀 嗯 这波 判斟再落大 还想再来进场 但是第一时间已经队友已经跟不上了 是 那淘定解牛之后 就是拿大龙 一大应该又不太敢过来了 现在整个视野已经被排干净了 这只龙得放呀 他们现在最强烈的探龙 牛头已经是倒下了 没有人有探龙探视野的一个能力了 可现在在这一路情非常不错的 如果对方来的话是可以直接把人驱赶走 而且最要命的是 一直到这时候 地路上还没有小龙 你说他们拿什么资源去换呢 清高颖在下路这个位置 有机会推一个防御卡 这只损啊 感觉也挺难的 现在 IG的人还是没有回去防守的 打完龙之后的话 IG 142这边 清高颖的一个推塔时间 速度还不错 好在是能够把防御卡给推掉 哇 来了一个下路坦 这段时间感觉就是不得已而为止 就你只能被逼无奈 其他地方找一点东西回来换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做的话 那就是血亏 嗯 但其实现在丢掉大龙就已经很难受了 8000的竞技杀握在手里 对 但因为下一条小龙快刷了 所以IG这边可能 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啊 应该是想着什么时候去把这条小龙给控制了 而不是说利用这个大龙muff去做一波推进 这个消息可能对以色尔而言是个好消息 但这条龙魂丢了 那就更加血糖加霜了 嗯 就你现在就只能说我先躲一波试一波 牛头刚刚那波阵王是没有交闪现的 这波有没有机会进去把温克给控住 如果配合队队队能秒的话 以色尔结果团可能还有机会接 那这边的阿尔玛已经被打了一套血糖 是下了一部分 嗯 那这边路西控的很好 准备上去凶 上来后强点一套 Rookie这边还想再留 但是退的比较快 把位置逼走以后选择拿水龙 而且赛哥一个听五个在这打 也不怕主要是手里有红弩 那因为小龙的一个分担压力 诶 海克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嗯 现在一赛也想很明白 这个小龙给了的话 其实跟输了也没什么区别 选择强开开赛哥 但赛哥变小的一瞬间拍回来两个人 而泰塔再开了以后 在这个位置一顿往前输出 MF在后方的输出位置很好 加辽配合着卡米尔的进场第一身 这边撞起来对方上辅两个人 而卡米尔这边再来的时候 Wink已经选择在侧翼拉开 标出自己的秒表 卡米尔这边闪现再过来想追赛哥 正面战场上 Wink输出环境依旧很好 几枪点掉了对方过来 终于打出了护火架 但是没有办法 起身的一瞬间旁边还有队友啊 是的 那这一波正面的话 是完成一波一万五啊 E-Star这一波也知道如果再放了 我可能没有办法再接了 但想要留下The Shire的时候 下一个在最后怒气结束前 还是拍出一个非常不错的大招 而且自己的队友在正面 也是把小龙给拿了下来 那最终四个人的话 应该是跟一波结束掉这场比赛了 这波只能说确实 E-Star在这一场的表现来说的话 没有找到IG的突破口 或者说渴望去对上路进行一些先手 或者说一些干渴吧 我觉得都是被奈尔给规避掉的 而且前期其实青钢引的几个是 先手或者说队友的一个配合也不够完美 而且那个霞虎先攻击放在上路 可能带的收益也不够大 但是在下路的一些小规模的 一些团队打完之后 让女强在前期非常早时间的 一个3-0的一个开局 每一旦你需要跟我贴身肉搏的话 是非常容易去做一个先手的 就不管怎么样这个英雄是有作用的 其实当前版本这种英雄真的很少 是 那本场比赛的一个赛后数据 32分27秒 最终就是IG拿下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而且从经济曲线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真的就是温水煮青蛙 是再适合不过的一个描述了 因为从所有的经济曲线来讲 其实IG拿下场比赛的胜利 包括说前期经济的一个积累 几乎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一个抵抗或者阻挡 而WINK的话是拿下本场比赛最高的一个伤害量 加里奥即便只能说比较尽力吧 或者几波的几次的进团 配合金刚影的一个限制还不错 但也真的只是还不错 因为后续的队友没办法再补伤害 也没办法就越过对方的前排来 对对方的后排进行一些致命的输出 可以考虑一下的 本场比赛的一个MVP 最终也是给到了4-0-7的WINK的女枪啊 这场确实不管是在对线端 还是在团战的发挥来说都表现得非常好 而且中期的那一波 就是IG启示的那一波的机会 就是靠他跟Rookie同时找的 对所以说确实MVP给到WINK也没什么问题 确实像你刚才说的 我觉得对于依萨来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Hacker拿不到节奏型英雄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说来到蓝色方以后 IG会不会给潘森 不给潘森的情况下 你要拿什么去带节奏 现在看起来Hacker打下来的几场 奥拉夫男枪 潘森 瞎子里面确实好带节奏的只有这个 潘森和瞎子 但瞎子又不是一个 真的说 很稳定 对就是可以随便拿出来的一个英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对于依萨来说 我觉得下一场的BP重点 应该是怎么去调整一下自己的打野问题 对 就因为其实这两天 可以看到依萨的一个获胜方式的话 更多也是靠着Hacker前期的一些活跃 我觉得才能拿下比赛的一个胜利的 不妄论 学典的我们将辉赌